这个老师太凶了 竟然让小帅打扫厕所 没扫干净就是一顿骂 小帅决定报复老师 他看中了老师的智障女儿 今天正好来了学校 看到他爱吃甜食 报仇的机会就来了 小帅买了一杯奶茶 来到女孩的旁边 跟我走 跟我走就奶茶喝 里面有很多珍珠哦 女孩盯着最爱喝的奶茶 一步步跟着小帅走 你不准跟你爸爸讲哦 这是我们的秘密 下次你还有奶茶喝 他一步步朝着杂物间走去 女孩确实喝上了奶茶 而那边心急如焚的老师 却在学校里疯狂的找女儿 殊不知 女儿已经被小帅强行欺负了 这就是小帅对老师最大的报复 几个月后 女孩打了肚子 老师带着他去医院打掉 而路上呢 正好碰到小帅 于是发生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 下面让波子继续讲 小帅是台湾某高中的一名学生 以上内容皆出自他之口 这件秘密一说出来 旁边他的两个兄弟 阿强和洪涛当场傻了眼 今天是三人从高中毕业的日子 他们聚在天台回忆过往 一起往瓶子里撒尿 三人嬉笑打闹 仿佛在这一刻时间停止了 他们多么希望 能一直留在这个时候 洪涛家境优越 父亲开了一家工厂 而他也不负众望 考上了名牌大学 未来一片光明 阿强八面玲珑 性格非常圆滑 将来混得也一定不错 就是小帅有些拉胯 于是小帅开始开玩笑 让洪涛不要去念大学 反正念了也没有用 他早晚都要回来继承公司 倒不如早点回来当大老板 小帅还能给他当司机 此话一出 阿强也站出来表示自己当助理 三个少年在玩笑声中 悼念即将逝去的青春 这时小帅突然起身 拿起灌满尿液的酒瓶 是兄弟就喝掉 做一辈子好兄弟 其余两人都觉得恶心纷纷摇头 洪涛不想喝选择沉默 阿强认为他们太幼稚 忽然小帅脸色一变 说三人可以交换秘密 从未对别人讲过的秘密 这样他们才算死倒 此话一出现场气氛紧张 小帅决定先打个样 他一口干掉瓶中液体 接着说起深埋心底的黑暗秘密 那是在高二下学期 小帅被教导主任 罚去清理厕所 事后主任嫌打扫不干净 当众羞辱了小帅 他有此记恨在心 开始找机会报复主任 主任有个智障女儿 平常一直待在身边 于是 小帅将目标放在他身上 一天中午 小帅用奶昔咖啡 将女孩引诱到杂物间 对他施暴导致怀孕 主任迫不得已带女儿去打胎 巧的是这一幕被三人看到 时间回到现在 当小帅讲出这个秘密时 两人虽然震惊 但相信不已 小帅的秘密讲完 他要其他两人也交换秘密 阿强沉思片刻讲出自己的秘密 高三下学期阿强参加辅导班 每次回家总会路过一座桥下 那里生活着一个流浪汉 最初阿强出于好心 每晚去便利店买食物送过去 流浪汉总是在熟睡 阿强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如果杀死流浪汉会不会没人发现 那晚 阿强带砖头来到桥下 先是敲死流浪汉的狗 然后来到流浪汉身边 阿强犹豫时 流浪汉突然睁眼 阿强受惊 挥砖头重击流浪汉的脸 直到对方没了声息才停手 将作案工具扔进河里 慌忙逃离现场 数周后 阿强关注新闻 但流浪汉仿佛消失了 没有一点消息 阿强的秘密讲完 洪涛傻眼了 兄弟俩的秘密太劲爆 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帅督促他快点讲 无奈 洪涛只好说发现父亲出轨 然而这是父亲的秘密 不是洪涛的 洪涛又讲起偷试卷考满分的事情 但这个秘密也不够黑暗 毕竟他们已经毕业 就算学校知道也无所谓 反观小帅两人的秘密 完全可以将他们治罪 在小帅和阿强不断督促下 洪涛提起高二下学期的火灾 他说那场火跟自己有关 期末考试结束后 洪涛潜入主任办公室 偷走全校考卷扔进垃圾桶烧毁 没曾想火花飘到教室中 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扑灭 秘密讲完以为结束 谁知小帅拿出录音机 反复问洪涛那场火是否他放的 洪涛言辞早早确认 当洪涛回头看到小帅录了音 急忙去抢夺 幸好小帅只是开玩笑 顺手删掉录音 小帅指责洪涛的秘密 是在欺骗他们 原来学校的那场火 是小帅和阿强点的 两人拿出照片作证 谎言暴露无疑 洪涛脸上失去颜色 他一直是好学生 所以没有黑暗的一面 既然没有秘密 那今晚就创造一个 作为跟他们的交换 画面一转 洪涛拿着油漆和酒瓶 走向街边的一位社会大哥 小帅要求他泼油漆 并用酒瓶砸大哥脑袋 洪涛颤巍巍上前 小帅两人则在后面录视频 期间 阿强问小帅秘密是否真实 小帅笑了起来 难道洪涛傻你也傻 原来小帅的秘密是编造的 不仅小帅的秘密 连阿强的也是假的 小帅能看出平日里 胆小如鼠的阿强 怎么可能敢杀人 对此还浑然不知的洪涛 一步步靠近大哥 快到跟前时洪涛突然跑开 小帅和阿强对他嘲笑 洪涛居然转身回头 跑到大哥身边 泼上油漆给他一酒瓶 然后飞奔向小帅他们方向 小帅和阿强傻眼 此时大哥的小弟冲出来 对三人展开追捕 他们慌不择路 阿强是体育生跑的飞快 其余两人只能分头逃跑 不知跑了多久 三人在一处岔路口相遇 阿强被埋伏得混混堵住 遭到殴打 小帅和洪涛健壮 只得分开躲进街边出租车里 几分钟前 出租车司机与最久的女乘客打扑克 用来抵消车费 司机下车清理脏物 看到小帅两人出现在车上 要将他们赶下车 这时混混看到了出租车 静止上前查看 小帅钻进驾驶位 一脚油门逃离现场 结果在半路遇到警察查车 车是抢的 小帅没有驾驶证 选择到车 最久女乘客醒来 感觉下半身疼痛 误以为被车上两人欺负 探出车窗向警察求救 警察看到这一幕 急忙驾车追来 小帅家大油门逃跑 借助地形将车驶入胡同躲避 洪涛也知道小帅和阿强的秘密 都是骗自己的 天网恢恢而不漏 警察利用街道监控 快速锁定他们位置 丧昆带着实习生找到出租车 车内只剩最久女乘客 丧昆举枪四处搜寻 很快找到藏在垃圾桶附近的小帅两人 他们被抓进警车 朝警局方面前进 路上 洪涛想把阿强的事告诉警察 请求他们救人 但遭到小帅阻拦 眼下三人都是尼菩萨过河 此时难保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再说 此时丧昆接到领导电话 连续说了几个收到后 丧昆将汽车调转方向 不久后 警车在一家海鲜店前停下 阿强就在门口正遭混混围攻 显然丧昆是一名黑警 小帅和洪涛被带进海鲜店 看到一个人正在切鱼 他就是混混们的老大 老大一边切着鱼一边看三人 他感觉小帅三人背后有大哥罩着 于是让小帅叫来大哥 可当得知三人无人指使时 老大忍不住笑出声 既然如此做坏事被抓 就要承担责任 老大让他们支付赔偿金 砸七砸八加起来几十万 阿强和小帅看向洪涛 后者摇摇头 他知道家里没有那么多钱 老大见他们拿不出钱 拿出了一把刀 只需要留下一根手指 便可以离去 三人都不想被砍手指 小帅把目光转向阿强 当初他跑得最快 小帅谎称两人回来 是为了救阿强 在小帅强大的言语攻势下 阿强念及兄弟情谊 决定承担这个后果 他将手放上案板 小帅拿起刀 阿强让其切小拇指 小帅迟迟下不去手 洪涛过来帮忙 才切下阿强的小拇指 小帅把小拇指扔进碗里 换扶着阿强离开 却被混混地拦住 对方伸出手 只见对方缺失了食指 原来是要切食指 迫不得已 三人只能重新坐回餐桌前 阿强被切了一根手指 他说什么也不会再切 压力瞬间给到小帅和洪涛 小帅心机深沉 转头指责洪涛 要不是他砸那一下 也不会有现在的事 洪涛一脸委屈 明明是两人捉弄自己 小帅不停对洪涛进行洗脑 督促他剁手指 洪涛被吓傻 连忙表示自己可以给钱 小帅抓住把柄 刚才阿强被砍时你没说 现在说要钱明显不仗义 在小帅不断道德绑架下 洪涛不得不将手掌扳上案板 老大要求小帅切长用手 这样才能时刻想起自己 洪涛急忙将左手拿上来 表示自己是左撇子 小帅手起刀落 轻松切掉洪涛食指 随后三人起身往外走 老大叫住他们 刚做好生鱼刺身 让小帅给个面子 吃完再走 无奈三人颤巍巍坐下 品尝着老大做的美食 虽然美味也吃得索然无味 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突然老大眼神定格在洪涛身上 看到他用右手吃饭 老大勃然大怒 做人要讲究诚信 哪怕是坏人也要懂得诚信二字 老大让三人继续剁手指 小帅左右看了看 目前只剩下他没剁手指 小帅还想瞒过身边人 然而 阿强和洪涛早已看清小帅的嘴眼 小帅玩交换秘密的游戏 是出于控制的目的 他知道自己混得最差 所以想掌握把柄 等日后带自己飞黄腾达 了解到一切真相 阿强坐不住了 他抓住小帅想切手指 可凭他一人力量控制不了小帅 关键时刻 洪涛站了出来 在他的帮助下 两人合力切掉小帅手指 洪涛举起手指扔到碗里 随后 三人离开海鲜店 朝着不同方向走去 从这天起 三人的兄弟情就此终结 本篇叫黑的教育 本期问题 你会向朋友或者闺蜜 说自己的秘密吗 会得扣三个一 不会扣三二 伯乐觉得 如果是小秘密 可以告诉好朋友 或者闺蜜 如果涉及到黑暗的一些事 我想还是不要说的好 因为伯乐在学校时 也有好朋友 但有时啊 因为一些误会 之前也会闹别扭 甚至吵架什么的 所以 如果到了那时候 你的秘密就危险了 本篇里的三个男生 伯乐觉得都很邪恶 现实中 应该没有什么坏的吧 本篇还是很好看的 欢迎几款原片 也希望大家 多推荐伯乐几部好片 好了 本期中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的主要家族 点赞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 拜拜